女子被偷拍 跑去报案 没有想到竟然还被承办的原警不当地骚扰 这名被害人在台北市乘租了单人套房 但是上个月出去发现洗澡被陌生人偷拍 报案之后 没有想到却被原警假计要了解案情需要 加了通讯软体说要联系 最后竟然收到对方对他传来不雅影片 造成二度伤害 分局在审议之后认为原警性骚扰成立 立即予以惩处 并且寒送法办 讲起话来 薛英还在微微战斗 被害女子不敢置信遭到偷拍 向警方求助 竟反被原警再次伤害 我觉得我很不希望有任何 不管是男性女性在拨下110的时候 接起电话的是他 就算新生控制也要勇敢站出来 H消街表示 9月6号在台北市单人套房洗澡遭到偷拍 他气得到分局报案 负责承办的原警事后传简讯 要求他加私人通讯软体 宣称这样比较省钱 云以为是讨论案情 没有多想就加了赖 不料一切竟然是噩梦的开始 后来加了赖以后 我就再传了一样的对话 就是我是谁 然后我需要问什么问题 但他给我的回复 就是他开始寒暄 秀出聊天记录 被害女子想询问偷拍狼相关问题 不料原警却打非所问 先是嘘寒问暖 还问需不需要心理资商师 更说要传好笑的影片 希望能好好放松 就在女子放松警戒的时候 原警居然传了自己的不雅影片 让他觉得第二次受到伤害 裁罚第一次是一到五万 那因为他是因为职务之变 那一裁罚基准 是可以加重二分之一的裁罚 市令分局货报紧急召开审议 确认性骚扰成立 已经立刻送社会局裁处 并依法侦办 本来应该保护民众的人民保姆 没想到如今却变成了假害者 记者王容香斑满旺家台北报道